《紐約時報》日前詹文當健康碼變成監控工具 中國利用疫情實現技術威權主義 文中說病毒疫情給了中共最高領導人強有力的理由 令中共進一步深入14億人民的生活之中 同時也因為疫情中的一系列措施 中共政府練成了一手對人民進行追蹤和集中管理的能力 報導舉了這樣的一個例子 去年11月人權律師謝陽要去上海探望公民記者張展的母親 結果謝陽的健康碼從綠色變成了紅色 她所在的城市長沙沒有確診病例 她亦幾個星期都沒有離開過長沙 謝陽指責當局為了禁止她出行 而擅自改變了她的健康碼 另一個例子是 來自福州的常年訪問林英強 在19屆六中全會期間被警察從火車上帶走 她的健康碼變成黃色 要求她回到福州旁邊 雖然她還沒有接觸任何確診病例 在疫情中 中共還動用了450萬名所謂網格員 大約每25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個 所謂網格就是將城市村莊和小鎮 劃分為網格狀單員 有些只有幾條街的大小 每個網格分配一個網格員 疫情期間網格員的權力大大增加 包括記錄下所有進入者的身份 分析人士指出 中共在疫情期間的極端防疫措施 未來很可能變成監控民眾的常態化工具 未來 中共會不會因為這些數字化的手段 更加鞏固它的專制政權?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指出 結果反而是可能剛剛相反 中共對民眾私隱的極端侵犯 反而會激起退無可退的民眾的反抗